大家好,我是野兽 大家看到桌面上这么多手套 以为这一期又是来推荐手套了 错了,这一期讲的不是手套 那是什么呢 说到这个之前就要提到 我去日本参加太池经销商会议的事情开始 在订货会上我发现了一件 就是比较冷门,比较好奇的东西 然后重新的经销商告诉我 他在线下卖的还可以 那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款太池的手套内衬 具体长什么样 就这个样子 就长这个样子 我带给大家看一下 那大家看一看 像不像把玩这个古董珠宝 这种很薄的这种手套 是不是觉得这个手套很便宜 但其实它的售价是165人民币 那肯定很多弹幕会说 为什么这么贵 赶上了我就是像我们这双 风霜手套 那它贵的原因 当然有太池品牌的加持 它的材质也有一定的这种特殊性 因为它是排汗 这种保暖这种性质的材料 当然了材料其实不贵 贵的 说白了就是品牌的一些 就是营销什么的 还有它的自己的一个品牌溢价 那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呢 它这个名字呢 就是叫手套内衬 顾名思义 就跟袜子一样 跟头套一样 它是一个原理 那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防脏 能方便这个手套 这个带路或脱出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要做的够薄 不会影响你的这个手套的操作手感 另外呢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作用呢 就是那些对于那些手汗 比较大的人来说 就是手经常出汗 然后你戴手套呢 特别是冬天手套 出了汗之后 你不好拔出来 那这个手套呢 是很容易 就是你戴了之后 很容易脱这个手套的 那我就演示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我们的风霜手套 冬季手套 它其实不影响手感的 然后戴进去的时候很顺滑 那现在我脱一下看 就这么快 很滑 也很薄 就像001的那种感觉 你再戴一下 看到没有 进出自如 它这个手套内衬呢 也不容易这种戴出来 因为你出了汗了 骑行了一段时间 特别是出了汗之后 就是这个手套 你拔出来的时候 就这个内衬呢 就顺带的扯出来一点点 说到这里啊 我刚好来补充一下我们风霜这个手套啊 一些反馈 用户的反馈 就有人说啊 我拔出来的时候 不好拔 会带一点这个内衬出来 那其实 其实它的手汗比较多 那这种人呢 是推荐 使用这种啊 手套内衬的 其实跟头套一个原理 跟你的袜子也是一个原理啊 当然了 跟内裤也有点的这种像啊 差点又忘了啊 为什么说有些人容易把这个手套拔出来 那我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啊 补充一下 那这是我们就是上一期用到这个道具啊 这是一个我拆掉的一个手套 那防水手套呢 一般就是分三层的啊 看上一期节目的话 大家都知道 那这是外层 这是第二层 就是这个防水层 那第三层呢 就是这个内衬和保暖层 那拔出来的容易 把这个内衬一起拔出来 这个原因呢 是因为啊 这个手套的肩部啊 跟这个内层 是没有做一个掉片的 就是拉片 那我们的风霜啊 就是风霜这款手套 它是外层这里有一个拉片 是连接到这里的 然后里面的内衬呢 也是跟这个手套膜呢 是连接的啊 我跟大家演示一下就知道了 啊 这样子 拖 其实我反的拉过来之后 你就知道了 这就很明显的看出来了 啊 这就是手套膜里面 它有这个 专门一个连接 就是防止 就是防止这个手套内衬 就拖出来 啊 就这样的 那一般这样的手套呢 都会做这样的设计啊 那我们这个风霜呢 就是采用了这个设计 所以就不容易拖出来 拖出来的话 也会就是拖一点点 不到两公分吧 拖出来也最多就是 不到两公分 那再回到我们这个手套内衬来啊 就是泰茨这款手套内衬呢 就是它销售就是 它这个销售价呢 就是165元嘛 那有些人肯定会问 啊 买这个手套的人是不是 嗯 很傻 很悲论忽悠 那其实我们这款 这个手套内衬呢 是上架之后啊 也没推 然后它就卖的也是 还可以的 其实啊 其实啊 我这里要讲一个观点 有些人呢 在购买东西的时候 他就对这个价格呢 啊 是不太敏感的 只要他实用 那就比如啊 前几天呢 有一个大哥 来我们这里选装备 他看上了我们 这个风霜这个手套 然后他手呢 是比较容易出汗的 当时戴我们这个风霜之后啊 就觉得啊 太热了 就拔出来 这个手套很能拔 我当时就跟他说啊 我说有一个东西 保证你戴这个手套 比较顺滑 出路自由 那是什么呢 就是泰瓷的这一款手套啊 当时我们只有卖这个 泰瓷的这款 然后我就拿了他 试带了一下啊 这个价格 我当时告诉他了 是178元 当时呢 我也告诉他 这个价位呢 也高的是165元 后来他试带了之后啊 他觉得还不错 然后呢 就买了一双风霜 然后买了一双 泰瓷的这个手套内衬 那对于很多人 可能说说啊 你买一双手套 才170多块钱 买一个内衬 160多块钱 就感觉不可接受 那其实呢 有些人对这个东西啊 不太敏感 那我再取一个反例啊 就是有些人 对这个价格敏感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有三个老哥 他们都是买了宝马这种 700GS或者是700GS 或者是800GS这种啊 然后他来我们这里选头盔 有两个呢 老哥就一定说 就我买个四五百块钱就行了 四五百块钱修了 然后最后 在我的一些介绍之下啊 他选了这个CSR3 他们说呢 两三千的这种头盔呢 没有必要啊 他们起得慢 当然了 这是人的关键问题啊 所以说有些人呢 对价格不敏感 就像泰斯的这个手套内衬一样啊 我们没有去推广 但是他呢 也有人在选购 而且卖的差不多了 选购这种商品的人啊 他其实对这个价格呢 就不敏感 然后他也可能是因为一个好奇啊 觉得怎么有一个手套内衬这个东西 他也不太问这种客服 就默默的下单了 那我今天的视频呢 就是希望来推广一下啊 这种手套内衬 那刚好呢 就是我们卖的那个户具品牌 Once Again啊 他也出了一款这种手套内衬 这个手套内衬呢 就是其实是日本这种品牌 Combini还有泰瓷 那他们都有这种销售的啊 这个呢 就是有点借鉴的感觉 他就把价格拉下来了 那Combini呢 是卖79还是80左右 就反正这个价格区间 那Once Again这个手套内衬呢 也是做的非常轻薄 那一对呢 只有9克啊 不影响你的手感 然后他的售价呢 也是比较便宜 他呢 也是配合他这个手套来销售的 他这个东西手套呢 售价也是比较便宜啊 每个人都需要 那哪些人可以买呢 那我大概的罗列了一下啊 大概呢 我分这么几类 那第一个呢 就是手汗比较多的 那我是推荐买这种手套内衬的 那这样的话 你脱带这个手套呢 就非常的方便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有皮手套 就是全皮的这种手套啊 你出了手汗之后 也是容易就是染色啊什么 那你戴了这个手套内衬呢 就一定程度上 那一定程度上啊 能减免这种染色的情况 那手不会搞得乌其妈黑 或者又红又紫这种 那第三个呢 就是我比较推荐 就是冬季手套来使用这种东西 为什么呢 冬季手套比较厚 你翻过来呢 清洗不太方便 那你戴长期 就是冬季的时候啊 你戴这个手套内衬 再戴这个冬季手套呢 就一定的程度上能防脏 就是把你的这个手上的一些油脂汗呢 就是不容易放到那个 不容易称到这个手套内衬里面去 那这样的话 第二年就不会太臭 那冬季的手套啊 我建议是需要定期的清洗的 使用这种头盔的清洗剂的那种清洗啊 免洗的这种清洗液 定期稍微清洗一下 就你使用完了 戴来完一个月之后 你定期的清洗一下 那第四种能情呢 就是那种好奇性比较强 比较勇于去尝试 那你可以买一对这个手套内衬了 去试试 这种使用体验呢 还是比你罗手 戴这种冬季手套呢 会爽的 当然了 也有一些人会质疑啊 这种戴了这种手套之后 再戴这个冬季手套 会不会就是 你油闷的时候滑 会不会脱 容易脱出来 那其实这种担心呢 是比较多余的啊 那你想想 你穿着袜子再穿鞋 你是不是影响你走路呢 那戴这个手套内衬呢 其实跟这个原理就差不多啊 你试一下 也就习惯了 那最后呢 忘记了一个事情啊 就是这个手套呢 其实有触皮功能的啊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好 好 触皮是可以的 用的 那这种手套内衬呢 其实也没什么太神奇的地方啊 你就理解为是像头套 内裤或者是袜子 这种东西 它的材料呢 就是迪伦和安伦啊 也比较普通的一个材料 当然了 有些人呢 会认为就要说 就是那种 珠宝的那种啊 那种手套 那其实材质是不太一样的 它这个弹力是非常大的啊 那种珠宝的呢 就是为了啊 要拉好 那肯定是有一点明的啊 摩扎力会增强 那这个呢 就是要做到顺滑啊 要做到很薄 当然了 它卖48块钱呢 也有人觉得贵 所以说贵不贵呢 是看个人的一些观念 对这款手套内衬 比较感兴趣的人呢 可以搜索我们淘宝自行店 咨询我们客服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